我曾經擔任過總統府副秘書長 我還記得馬總統那時候 對我做了四大預言 第一個預言是 再生能源2025% 20% 絕對跳票 成真了嗎? 因為各種變數關係啦 現在只能做到數 你只能跟我講 這個預言成真了嗎? 根據當時的... 我講你剛剛這個問題 回答了25秒欸 應該是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跳票了沒? 不過第一個問題 就五分鐘發呆結束吧 我很尊敬你 但是我希望你的回答問題 有點擔當 馬總統卸任的時候 再生能源大概是5% 經過8年之後 成長到現在 再生能源比重多少? 9%啊 副長 你都跟我講不會停留 到現在位置沒有個問題 你答得出來 8年 成長大概不到5% 你跟我講說 接下來6年 從9.6% 變成30% 成長20% 你覺得這個 會不會是巴拉票啊? 我們會重新去檢討 這一集結構 我知道啦 部長好 我曾經擔任過總統府副秘書長 當時馬英九總統 許多重要的政策 我是負責追蹤的 我還記得馬總統那時候 跟我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 蔡英文總統講 2025非核家園 他曾經對我做了四大預言 我來請教部長 這四大預言 有沒有成真? 他的第一個預言是 再生能源2025 20% 絕對跳票 請問馬英九的預言 成真了嗎? 因為 這本來是53 2020 但是有很多因素 包括疫情 包括需求 增大 所以 現在大概只能做到15.3 因為各種變數關係 現在只能做到 你只能跟我講 這預言成真了嗎? 我們的2025 再生能源能到20%嗎? 只能跟我講到不到的了 我講根據當時的 部長你剛剛這個問題 回答了25秒 到了了嗎? 2025 20% 做得到嗎? 應該是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那請問馬總統的預言成真了嗎? 跳票了沒? 2025跳票了沒? 不會第一個問題就5分鐘發呆結束吧? 部長 我很尊敬你 但是我希望你回答的問題有點擔當一點 連這麼簡單的問題你已經靠了一分半了 您的問題我想 我很 很簡單嘛 如果說你用這樣的一個 一個 跳票 謝謝 一分半後你終於講了 那我想請問賴清德總統說 2030年他的再生能源他要達到多少? 30%啦我告訴你啦 你就一個經濟部部長 你很負責的告訴我 做得到嗎? 2030年 你可以打包票做得到嗎? 我們努力去 你做得到嗎? 不是努力的問題 這是總統的目標耶 總統的目標我們當然要努力去做 做不做得到? 你願意打包票嗎? 這個不是我 沒關係我幫你做個結論啦 你很努力啦 但是你也不敢打包票 你不敢打包票 我當然你不敢打包票啊 你知道 馬總統卸任的時候 再生能源大概是5% 經過8年之後 成長到現在再生能源比重多少? 9% 部長 你都跟我講不會停電 我沒有一個問題你答得出來耶 你就根本不會缺點 沒有一個問題答得出來耶 我到現在位置沒有一個問題你答得出來 現在是多少? 請問 部長 現在多少? 佔比多少? 9.6 9.6 你8年成長大概不到5% 你跟我講說接下來6年 你要再增加從9.6變成30% 成長20% 部長 你覺得這個票會不會是8月2票啊? 成為8月2票的機率高不高啊? 我們會重新去檢討這一個結構 謝謝你啦 我知道啦 好 第二個 馬總統的預言 會大幅依賴火力啦 飛河之後 然後也會違反世界減碳的趨勢 這個預言成真的沒有? 從低碳到零碳 這個是個過程啦 從低碳到零碳當然是一個 這個預言成真的沒有? 現在是不是大幅依賴火力 是不是啊? 我們現在是 是嘛 所以馬總統第二個預言也成真的嘛 很佩服他可以預言成真的 謝謝 部長終於願意肯定 第三個當然 可能就有得講 電價必漲 請問馬總統8年 你知道電價漲大概多少嗎? 23啦 蔡英文8年漲多少? 33啦 哪一個比較高? 33高和23高是數學問題 經濟部長應該答得出來 這個裡面當然有很多 不可預期的因素了 你統統又不可預期因素 我只跟你講 絕對數字23%跟33%哪一個高? 數學 當然是33%高啊 那很好啊 謝謝你啊 第三個預言也成真的啊 那我想請教部長 你敢不敢像蔡英文一樣 大聲的告訴大家 10年不大漲電價 你敢不敢? 你願不願意? 我科學的態度是不願意的 非常好 謝謝 部長我現在開始尊敬你 你用科學態度沒有問題 做不到的事情不要亂承諾 部長就展現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典範 第四個我跟你就有點意見不同 你說電力不缺嗎? 總統說電力必缺 我發現原因在哪裡啊 有一個 有一個人年薪千萬他覺得他不缺錢 覺得他很缺錢有可能吧對不對 年薪千萬覺得很缺錢嘛 可能吧 但有一個年薪百萬覺得不缺錢嘛對不對 缺不缺是主觀感受問題 但我要問的是 民眾觀感的停電問題想請教您 部長 我們現在停電的狀況怎麼樣 我問你 過去16年 20年好了 超過百萬戶以上的大停電 發生過幾次 20年 過去20年 發生過幾次 百萬戶以上停電 我會請台電的 可以請說 20年 包括委員 20年我當然沒有統計 但是我們知道最近從513 我告訴你 是你不願意公佈資料 發生百萬戶以上的大停電 你沒統計 有啦 我在馬政府的時候就看過資料啦 這20年 包括這16年 馬政府到蔡英文 就剩陳水扁政府 就4次 沒錯吧 我數字有沒有錯 815過來是4次 就4次嘛 全部發生在誰任內 但是跟委員報告 那幾次的停電 都是在白天 太陽光 我們那個 你不要跟我講白天晚上 我只問你是幾次 4次你講完誰任內嘛 全部蔡英文任內嘛 對啦 你們不缺電啦 但是你們大停電特別多啦 最後一個數字 講完就結束啦 2016年 我們每戶 每人每年 每戶 每戶 每年的停電 分鐘數 請問部長是多少 我直接告訴你 你又答不出來我知道 16分鐘 你知道2022年 加上我們的 所謂的大停電號 就是所謂303大停電號 每戶 每年的停電時間是多少 你知道嗎 106分鐘啦 你是台電的數字喔 沒錯吧 我沒講錯吧 謝謝你喔 106 16分鐘的多少 對 六倍 我跟妳講 連第四個不缺電的預言 他都中了啦 羅委員 您的時間到了 所以 所以部長我要告訴您 齁 您之前主張 你願意對於何能 採取所謂正面態度 這是正確的 拆政府4個跳廟 馬政府4個議員都達到 以上謝謝